早晨我們在浪漫的愛情海邊醒來 開窗望向窗外 美麗的海面上恰巧有遊人靠港停泊 正跟我們一樣享受這片美景 回顧昨天 我們從棉堡出發 在美麗的錫琳姐吃午餐 一路到達靠近愛情海的以弗索古城 最後入住在浪漫的愛情海邊 而今天我們將先參觀皮衣賣場敗家 再前往特洛伊古城遺跡參觀 最後一樣會住在靠近愛情海邊的飯店 不過這家飯店雖然擁有無敵海景 但是餐點卻是這幾天來我們吃的最不習慣的 果然沒有十全十美的飯店 今天的第一站是購物行程 土耳其是歐洲許多知名品牌的代工廠 因此這裡生產的皮衣很有名 我們像是在參觀一場皮衣時裝秀 當地的模特兒展示賣場裡的皮衣 最後還會邀請客人充當模特兒 一起到伸展台上走台 而是也受到邀請上台走秀 想不到這小子還蠻大棒 很有自信的上台 表現不錯 掌聲鼓勵 看完走秀 接著就是到賣場施殺 而我們也買到自己喜歡的商品 但就因為逛得太開心 都忘記記錄下來了 製作影片時發現 今天的整個行程我拍的素材很少 看來這支影片可能會破最短紀錄唷 哈囉 你好 再見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在特洛伊 特洛伊是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看以前的故事對不對 是一個被開後門的故事 因為從外面打不進去 所以就派人從裡面 把城門給擋開了 從裡面攻出來 就打了十年的特洛伊戰爭 久攻不下 那神話故事裡面呢 最後是希臘的連軍 那個希臘的軍隊用了護馬 有這個 現在變這樣嗎 不是啊 現在應該在哪邊我也不知道 要去找找看 特洛伊遺址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 古代城市遺址 被認為是河馬十四中 特洛伊戰爭的舞台 在特洛伊遺址中 你可以看到許多建築遺跡 包括城牆 宮殿 神殿 劇場和圖書館等 而木馬圖城記是特洛伊戰爭中 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也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故事 隨著遺址的發現 也讓這個故事多了一些可能的真實 由於在參觀這兒時 我的耳機壞掉了 因此沒辦法聽到導遊漢領隊 對各個遺跡的詳細解說 所以也只能走馬看花 等到回台灣時再看資料回顧了 後面這邊就是特洛伊的遺址 目前就是走在這裡的觀塔 觀塔的路徑上面 普及了藝術 預備 亁像的 在想吃 到這裡 我想吃 這檢查 你可以 ahí 在اه 至少 � 這邊就是 剛剛我們說我們為什麼要來這邊派一堆廢墟的石頭呢 其實這個都是這個當時候的城市的一個建築 原本展示在這裡的標誌展示物特洛伊木馬 目前竟然處在全毀的狀態 我們大老遠跑來就是為了遺讀他的風采 竟然只剩馬腳路在外面 整個崩毀了 那我們前面外面看到的這個就是他的腳 其他的在裡面整修 那剛剛導遊說啊 原本只是把他圍起來 想說是不是要做一個維護的動作 結果沒想到最後是整個都拆掉了 那兩隻木馬一直在這邊嘛 那一直在港口那邊 我們這個行程應該是不會去港口那裡了 所以就有點遺憾咯 那但是這個不是像我們騎摩托車說 有點遺憾下次再來 這下次要來可能不是要和年和月的 好 為了補償沒見到木馬的遺憾 我們開始玩起了借味的遊戲 但一直拍不成功 那就用屁了吧 結束了特洛伊的行程 我們就要出發到飯店歇息了 對我而言 沒看到木馬真的是留下了遺憾 期待未來還有機會重新再來一次 今天的飯店附近 剛好有一間大型的賣場 在土耳其 分別賣場的大小和規模有一個有趣的標準 就是它的招牌上的M越多就代表越大間 而今天這一間賣場有5M 大概跟台灣加勒福大賣場的規模差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進來的是土耳其的5M的Megos的超商 5M呢剛剛的意思就是 如果它越多的M就表示它的規模是越大的 那5個M是最大的 就表示裡面有賣衣服的賣鞋子的 就跟台灣的加勒福 加勒福的大賣場 是類似的規格 那昨天我們去的 去的加勒福超市 就像我們在台灣的那個 加勒福超市的規模 就比較小間的 這是在算命的嗎 在土耳其旅遊的這幾天 我們只要到休息區或賣場 幾乎都會去尋找各代賣的巧克力 一方面是因為好吃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台灣賣的很貴 但在土耳其就是很便宜的價格 而每家賣場的葛大爸巧克力價格高低 也被我們當作比價標準 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們買到 找了很久的 櫻樹脂 櫻樹脂口味的這個 多利多汁 那第一天的時候 到了就跟我們介紹這個口味的多利多汁 但是 在那個休息站的時候 都被 一掃而空了 所以我們都沒吃到 好 那在這邊 終於買到了 來 接著呢 我要買到了 這個剛剛在Google上面找到的 土耳其的本地的啤酒 叫做F-E-E-S這個品牌 那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喝 所以呢 我就隨便拿了一支 待會就來試試看 才買完畢 接著就是回飯店享受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